哥几个 聚过来 咱哥几个 不能全须全影地回去啊 得挂彩 崔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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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卫 还得再来一个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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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快吃 好 快吃 欣然 今天我们都出门了 也没人跟你帮忙 这一桌子的饭菜 都是你一个人做的 那哪能啊 人家小翠又过来帮忙了 这么多 我一个人哪能忙得过来啊 你没事 老人小翠来帮你干啥呀 人家客栈里面也挺忙的呀 吃肉喽 来 大伙辛苦一天了 我特意让蓝大刀 给你们炖的野猪肉 吃肉 吃啊 都看他干啥呀 吃 来 尝尝 真香啊 拿远点 喘味 哟 这就串味了 给你来个串透的 下不为例啊 吃啊 吃肉啊 吃啊 对对对 来来来来 香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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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多吃点啊 你老刚跟这说了嘛 吃 下不为例 过这村没这地儿了啊 吃 真香啊 来 多吃点啊 来来来 你吃你吃 来来来来来来 你吃你吃 嫂夫人今天愿意赏脸 我萧某人敬你一杯 老汤家了 快进来 徐大友兵变了 他现在人在哪儿 现在他伤了顾应灵 在小薇尔原来的寨子里 带来多少人 一百多人 你看清了没有 我就怕看不清楚 去了两次 中间还跟他们巡逻队碰上了 打起来了 肯定是徐大友的人 是 行 下去吧 是 徐大友这事 你们怎么看 这个事 我早就料到了 徐大友这个人 是不可能投共产党的 这个人我很了解 共产党根本管不住他 他迟早都要跑的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 关了他禁闭 放出来之后 又没有官府原职 给了个副连长 那就是个摆设 他不跑还等什么 再说了 咱们走之前也都看到了 自治军现在物资充足 他现在是要枪有枪 要粮有粮 他还能怕什么 如果他现在跟咱们一条心 那真是太好了 那不可能 你忘了 是你一枪打死了秦步云 我一枪打伤了徐大友 这个粮子怎么捡啊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啊 咱们现在都有共同的利益 他许大友又是一个爱财的人 要不是因为这个 他不会离开共产党 所以 咱们不妨试一试 你的意思是 要拉拢他 没错 可是我们找谁去呢 解铃还须细铃人 这一枪是你打的 你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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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长官 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我的样子像跟你在开玩笑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 许大友见了我该做何反应啊 小三长怕了 我是怕了 我怕他要我的命 这个人我很了解 他没那么宽的胸怀 我要是亲自送上门去 他会要了我的小命的 小三长 依我看 你跟他之间的仇 未必就解不了 他不是爱财吗 有钱能使鬼推磨 咱就送他一份厚礼 他只要是收了你的礼 就不能要你的命 他爱财不假 可他收了我的礼 照样能要了我的命啊 那个人我了解得很 小三毛 话说回来 许大友挨那一枪 这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是个聪明人 他心里应该明白 那天晚上的行动 到底是谁出的主意 想要勤不允命的人不是你 是我 白岐山 现在是我 拜托你去赔礼道歉 你萧参谋有理有面的 把礼物带过去 然后把所有的罪过往我身上推 我相信 许大友不会上来就冲你动手的 你说 我说他是不是这个礼 行吧 行吧 我试试 小子猫 我敬你的 我问你是哪个人 是否 遵温 你 叫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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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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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会让他干他能干的事情 他之前给咱们的情报 不都挺好的吗 交代他三件事 挺好 第一 只要有机会 马上拿到夏丰手里的小圈 第二 报告野菊波和松甫生共产党的不妨情况 第三 严密监视夏丰的一举一动 一样都不许漏 是 看啊 如果走这条路 天不沙从黑虎峰到任兄岭的距离 比我们到任兄岭的直线距离还短了很多 更可怕的是 翻过这个悬崖 上去 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月亮沟 好悬哪 这帮土匪通过这条泄路 悄悄地跟上来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把我们所有的岗上都包了脚子 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堵住这条秘密通道 并且增派人手进行防守 还有一个最可怕的问题 现在天舞沙手上拿着另外一个项圈 等于敌我双方各自一串 要么我们灭了他们 要么他们灭了我们 否则这俩项圈根本合不到一起 都别说了 要想完成任务只有一个方法 彻底剿灭黑虎堂这伙土匪 去 徐长官 我们抓了三个人 他们一直让让直小见你 见我 是 你们抓的什么人呢 这 别支支吾吾的 谁 萧参谋长他们 萧文斌 是 他人呢 在外面 我没去找他 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走 这是谁呀 让我好好瞅瞅 这不是我们萧参谋长吗 老天真是有眼哪 我许大勇 以为这辈子再也贪娘见不着你了 当初 你给我的腰婶转了个眼 就等于是给我盖了个戳 我这辈子都得她娘带着 不过 你打偏了 你的手啊 稍稍再往上提一点 就正好打在我的心脏上 我这条命 就交代在你手上了 不过 你真心脏好着 我敢保证 我这一枪绝对不会打偏喽 大友 我什么话都不说了 既然我今天赶来 我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我知道我萧某仁欠你一条命 我知道我萧某仁欠你一条命 来吧 开箱吧 萧柴仁欠你一条命 你给你轻气 我将地 Jesús 我给你先坐下 你要我 个爷们儿啊 他是不是爷们儿 你心里最清楚 那天晚上你也看见了 要不是你往外多跑 他下一枪打的就是你 我跟出去打了你那一枪 那也是我迫不得已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那一枪是我打的 谁都替不了 我就是想麻烦你 而不能看在咱们 往日交情的份上 在我死后 把我的尸首 送回宋府城 这看你说的 我这心里还挺酸的啊 哎 这个 包里都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给你带的见面礼 我是来赔罪的 还请你笑呢 肖三宝掌真大方啊 上山挨枪子 还不带空手的 不过 就你这么点破烂玩意儿 是不是觉得就能 换你一条命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来给你赔罪的 但这些东西 我没有想过换回我的命 我就一个请求 能不能在我死之前 让我看一眼我的部队 谁 谁 谁的部队 秦司令的部队 那也是我的老部下 死在自己的人手里面 我也心甘情愿 你这么说话 我倒是挺爱听的 我圆你的圆 来 集合部队 集合啊 你 是吗 离开 收起 李超 兄弟们 今天有个咱们的老长官 来看大家伙来了 大家看看 这是谁呀 这不是咱们萧参谋长吗 萧参谋长 现在可是志向远大哟 人家上山当胡子去了 大家伙 好好地看看 看看萧参谋长这副德行 现在还像个官吗 萧参谋长 你真应该带着你的白长官 过来看看我这支部队 你们就会后悔 当初为什么把大家伙给抛下来 把我一枪给打死 多可惜了的呀 我上山这些日子 混得没个人样 今天看见弟兄们 个个有模有样 我这心里面愧疚 不 今天我上这儿来 是给许司令赔罪的 要杀要割 许司令说了算 我当初不该打他那一枪 今天我挨他这一枪 那也是我罪有应得 我就是想在死之前 再看弟兄们一眼 弟兄们 我对不住你们 小吴红鞭 你这句话说对 你就是对不起我们自治军的兄弟们 兄弟们 你们说 让不让我宰了他 你们要是想留他一条命的话 我就留他一条命 都听你们的 怎么着 都不明说是吧 那就是同意我宰了他了 小吴红鞭 小吴红鞭当时打了许司令一枪 我们都记得 他不仁不义 处决他我们一百个赞同 但是许司令 如果今天留他一命 那是你宽宏大量 许司令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我就去跟他聊聊 那我就去跟他聊聊 聊好了呢 我就饶了他这条小命 聊不好 我接着把他给杀了 怎么样 兄弟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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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么着 解散 好 来 老闲 女主 同心 anterior 孕 Maya 朱山 萧参谋长啊 我呢 关你叫声大哥 你其实不必紧张 我特别能理解你 其实呢 咱俩都是各为其主 白岐山是你的主子 那秦步云是我的主子 咱俩呀 就是他俩的两条狗 狗嘛 主子让咬谁就必须咬谁 不咬能成吗 其实咱哥俩之间的事啊 就是狗咬狗 俗话说得好啊 狗咬狗一嘴毛嘛 我知道 你一直在琢磨着 那天晚上 打我那一枪的事呢吧 过去了 别往心里去 我是一点都不在乎 太正常了 白岐山让你开枪打我 你能不打吗 说句不好听的话 如果秦步云那天晚上 让我干你的话 我一点都不会含无 不过呀 咱说到根上啊 咱们兄弟俩呢 在一块共事都十来年了 全是秦司令的下属 你是参谋长 我是你下面的一个参谋 这十来年 你一没打过我 二没骂过我 你对我那点好 兄弟我都记着呢 不过 我这个人命不好啊 我的主子没有活到头 你说一条狗 把主子给弄丢了 那不就成了丧家之犬了吗 不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 你现在哪是丧家犬呢 这队伍让你带的是 兵强马壮 多疯狂啊 你再看看我 我虽然有个主子 但混得都没个人样了 我疯狂 那是我跑出来了 我在共产党那儿 实在是混不下去了 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个奸细 对了 前些日子 我队伍里边跑了几个人 找你去了吧 是 他们找你去了 共产党马上就在内部 搞大清洗 第一个就奔着我来了 人跑了 把我抓紧了关禁闭 禁闭解除了 回来就把我的官给录了 我实在是没办法 这才跑出来的 萧曹诺 我跟你说啊 我许大友给自己算过命 命真他娘不好 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你说秦司令 被白长官一枪给撂了 你反手一枪又把我给打了 不过这点我比秦司令命好 你以前我没打死我 我不但捡了条命 我还把秦司令的项圈 给拿到手了 原本想拿着这个项圈 在共产党那儿 某个大官什么的 没想到又被两个日本人给拍了 把我关小黑屋里打迷幻药 好家伙把我给整的 头晕眼花 手发麻的 结果 项圈让他们给拿去了 最后还是人家夏丰啊 把我给救了 我就是念着夏丰这点好 才在共产党那儿 忍了这么长时间 不说了 都是后话了 徐司令 你想不想知道 项圈的下落 项圈在谁手里 现在项圈 就在黑虎堂大当家的手里 这点你不知道吧 这 这 这有什么好笑的 我说 萧大哥呀 你噎着个脑袋跑到我山上来 原来是奔着项圈的事来的呀 不不不 徐司令 你别误会 我不是奔着项圈的事来的 你别骗我了 项圈在你们手里对吧 玩不转了对吧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项圈的秘密 你冒险跑到这山上来 就是为了打听这个项圈的秘密 对吧 你冒险 许司令高明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这次上山 我除了给你赔罪 就是为了项圈的事而来 如果许司令知道什么 还请赐教 萧大哥 你知道 老弟我就指着这项圈的秘密 你跟这儿保命哪 共产党为什么不杀我呀 你为什么冒着险跑到山上来呀 不就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知道这项圈的秘密吗 我把话挑明了吧 现在 不管项圈在谁手里 只要没有我 全都没用 那就仰仗许司令了 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 我们一定满足 来 许司令 拜托了 你怎么了 二少爷 本来我不想让你分心的 但是 我还是想跟你聊一聊 这几天吧 只要一擦盒 这窗户根儿下边吧 就有人鬼哭狼嚎打 开始我以为是风吹的呢 我仔细一听 有人说话 他说他冷 他饿 这把我吓得 我就跟翠儿说 我说你赶紧的拿两块肉 供到那灶台上 今天早上起来 你猜我看见什么了 那碗空了 肉没了 你说这多吓人哪 不 七姐 你 你说什么呢 你这意思是这有人是吧 那你是想说这个人是谁呀 还能有谁呀 丑鬼呀 一准是他回来了 这不是到日子了吗 七姐 别瞎想啊 什么到什么日子了 到日子 到日子给他烧纸啊 我想好了 就这两天找时间 纸啊 衣服啊 都给他烧去 这把我吓得 你说这多吓人哪 这要是等你们都走了 大晚上剩我一个人 我不得吓死啊 你们这要走了 你是不是得给我个交代 你说 什么交代呀 我 你 跟我 就咱俩吗 不 七姐 我没闹明白一件事啊 你 今天到底是来问你 有人吓唬你 还是想要找我要一个交代 我这 我这没 前 前面那个不重要 主要是后边